好民生肖小但您关心政府宣布将在十二月十号再度调涨电价 但是外界质疑从上个月开始台电已经转亏为盈 哪里还有再涨价的道理 而虽然要求动涨的呼声越来越大 能源局今天还是不松口 倒是民进党团笃定的表示 立法院一定会通过电价还涨的决议 否则不排除要退回台电预算重审 走一趟量饭店民生物品应有尽有 但白天一开店到晚上打烊 十几个小时的营业时间 电灯空调以及冷冻冷藏全都要用到电 如果年底店价又要调涨 业者大喊吃不消 之前已经成长了市场 如果再成长市场 那相对我们的负担真的会加重非常的多 如果可以的话会建议不要涨 不只量饭店希望动涨 消费者更担心 店价再涨一波 物价可能又要跟着调涨 台电6月以亏损为由调涨电价 但8月起营运转亏为盈 单月盈于39亿元 预估9月人和获利10亿元 因此外界质疑 12月10号第二阶段调涨根本站不住脚 能源局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 强调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但会尽快在这个星期六以前 针对购电成本等问题再公开说明 利率的部分目前的差别 就是说大家对于利率到底要反映多少 那么有不同的意见 能源局势算 如果12月10号实施第二波调涨 会比第一阶段电价调涨再增加56元 而经过6月和12月两波调涨后 每月用电量500度的住宅用户 估计会增加108元 经济部至今对电价是否动涨仍不松口 但民进党及立委上午指出 立法院一定会通过暂缓电价调涨的决议 民国101年度台电相关预算还没有审完 不排除会重审 记者沈小青 陈信龙 台北报道